超慢速针滑钩织系列 专门针对新手 第五集 短针钩织 包含片钩 圈钩 加针 减针 以及引拔针 第一部分 短针片钩 右手持线 绕左手小拇指一圈 拉长线 从食指下翻 绕过来 接着四个手指 按住这根线 右手持钩针 钩针 绕线一圈 中指和拇指 按住交叉处 接着钩针照线 带出 这一针是不算针数的 那我们继续 钩针照线 带出线圈 这一针算一个锁针 接着我们要编织 十三个锁针 那我们的左上角 是片钩的一个图解 圈圈代表的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钩织的锁针 就是图解上面是 十三个锁针 那我们来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刚好十三个锁针编制完之后 我们开始来钩 第一排短针 在导数第二针 这里开始回钩短针 钩针穿过 后半针 带线出来 接着绕线 穿过 钩针上的线圈 这样完成第一个 短针的钩支 接着继续 钩针穿过 后半针 带线出来 接着绕线 穿过钩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又完成一个短针的钩支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一共要钩十二个短针 短针的符号 就是一个插 一个字母插 表示短针 好 那我们这里 勾到最后一针了 勾针 同样穿过 后半针 带线出来 接着绕线 穿过 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子 我们第一排 第一行的短针 就勾完了 接着我们来 开始编织 第二行 先勾一个 起立针 接着翻转支片 那接着我们从第一针开始 第一针就是在 这一针和边缘中间的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第一针 勾针穿针过来 穿过整个位置形的针目 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 两个线圈 这样第二排第一针勾好 接着我们来开始勾 第二针 也是一样 穿过整个位置形的针目 带线出来 绕线 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完成第二个短针 后面都是同样的勾支方法 好 勾到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也是在 这两个针目中间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一排的最后一针 勾针从这个洞里穿过去 那这边也是同样 调起整个位置形的针目 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第二行的最后一针也编织完了 这样第二行的最后一针也编织完了 那接着我们开始来勾第三行 先勾一个起立针 翻转支片 接着同样 第一针在这两针的中间 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针 穿针过去 带线出来 好 这样编织的立三排的第一个短针 后面继续 从我们右上方的图解可以看到 它的每一行都是不针不减 勾支十二个短针 所以我们就按照图解这样来勾支 这种勾支方法也叫往返勾支 好 最后一针 好 这就是我们短针片勾的一个勾支方法 比较简单 第二部分短针环形起针 右手持线绕左手小拇指一圈 接着拉长线从食指下方绕过来 那接着这根线同时再绕过中指和无名指 绕线过来 拇指在线圈的交叉处按住 那接着勾针 针头朝下 穿过线圈勾住线 带出来针头朝上调一点 拉出这根线圈 接着中指退出 跟拇指一起按住线圈 勾针绕线 带过线圈 这一针不算针数 接着我们在这个大线圈内来勾支六个短针 勾针 穿针过来 带出线圈 接着绕线 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完成一个短针的勾支 继续 勾针穿过线圈 带线出来 接着绕线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完成第二个短针 那我们来看一下左上角的一个图形图解 中间一个圈圈代表的是环形起针 旁边是六个X的符号 这个代表的是短针的符号 那六个X表示六个短针 下方是文字图解 R1代表第一圈环形起六X 就是环形起六个短针 好我们来数一下帧数 一二三四五六 刚好六个短针 那短针勾支完之后 我们来收紧这个线圈 拉这根线头 把它拉紧 这样线圈就收紧过来 那接着我们看到 这个环形的这个线 这个圈圈 它是有一个缺口的 这边有个缺口 所以我们需要来做 头尾的引拔连接 那需要在第一针的这个位置 钩针穿针过去 穿过第一针 带线出来 带出的这根线 同时穿过钩针上的线圈 接着拉紧 这一个方法叫做 无痕引拔 那接着我们继续 勾一个起立针 开始来勾第二圈 那第二圈呢 我们在六个 六个短针的 每一个针目上面 都要勾短针加针 那第一针 就是我们引拔针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针 勾针穿过第一个针目 带线出来 我们要编织短针 这就是我们第二圈的第一个短针 为了方便引拔 找到针目 所以新手的话建议 给它打上记号扣 那我们接着继续来勾针 我们每一个针目都要做加针 所以第一针 我们这里只勾了一个短针 所以我们要继续在这个针目内 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穿过 第一针的针目 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勾针上两个线圈 好 这样就完成第一针的短针 加针 这个针目内我们勾了两个短针 接着继续勾针 第二针 勾针 穿针过去 带线出来 绕线穿过勾针上两个线圈 这样完成第一个短针的勾针 那这个针目内我们继续再勾一个短针 好 这就完成了第二针的短针加针的勾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左上方的图解 从图解上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加针 它就是从一个由一个针目变成了两个针目 所以我们在勾针的时候呢 就是在同一个针目内来勾针两个短针 好 我们把这一圈全部勾完 那这一圈 一共勾支了12个短针 勾完之后 同样要做头尾的引拔连接 取下记号扣 然后勾针穿过第一针 也就是打记号扣的这一个针目 穿针过去 接着 带线出来 带出的这根线圈要同时穿过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这种勾支方法我们也称为引拔 好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同样先勾一个起立针 那接着我们要来勾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一个加针方法 那第一针我们是直接勾短针 不需要加针 好勾完之后新手的话 这一针可以做上记号扣 接下来第二针就要勾短针加针 那这个针目内我们要同时勾两个短针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 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从图解上面看 它这个第三圈就变成是一个短针 然后另一个短针上面呢 就勾了短针加针 从图解上面是很直观可以看的 然后文字图解 括号内就是一个勾支组合乘以6 就是重复勾支6组 后面括号18针 就是说这一圈勾完一共 有18个针目 那这一圈把它勾完 勾完之后同样 每一个环形勾支都要做 头尾的引拔连接 那我们再演示一遍 无痕引拔的勾支方法 勾针穿过第一针的针目 带线出来 接着把这一个线圈同时 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这样我们称为短针无痕引拔 好这就是我们一共勾支的一二三环形勾支我们一共勾了三圈 那实际勾支的话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勾支圈数 那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短针减针 这一针第一针我们就正常勾支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演示短针减针 勾针穿过一针的 穿过一个短针勾出线圈 好那接着继续穿过下一个短针 也同样勾出一个线圈 那这样子勾针上就一共有三个线圈 那接着勾针绕线 一次性穿过三个线圈 那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把两个针目合并成了一针 所以也称为短针减针 继续勾针穿过一个短针带出线圈 那接着继续穿过下一个针目 也同样带出一个线圈 那这样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接着绕线一次性穿过所有线圈 这样等于又把两个短针合并成了一针 那最后再演示一遍 先穿过一个短针带出线圈 接着穿过下一个短针 也带出一个线圈 接着绕线一次性 穿过所有线圈 好这样又完成了一个短针减针的勾针 好这就是我们短针 环形勾针的一个勾针方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针法符号 你学会了吗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 我会有点赞关注我 我会有一点赞关注我 我会有一个小绿圈 我会有个小绿圈 我会有点赞关注我